主料,红枣100克,白木耳35克,主料,冰糖2块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红枣,白木耳,红枣,白木耳,洗净后,浸泡1小时,浸泡好后,先用大火烧开,后转小火闷2小时当心溢出,中间放入冰糖,搅拌几下,继续闷烧,2小时后,一碗红枣银耳羹出现在眼前, 沾沾的,好味道啊,烹饭技巧,烧食,或有尽可能小,心不能急,糖菜会粘成好喝,也可以加入银杏,贵券等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